光荣国中篮球队在日前参加了栗山杯 第一战就对上了历史悠久的大安国中队 虽然对方防守严谨很难在篮下得分 不过最后队员频频靠外线得分 成功的拿下了胜利 一到清早光荣国中篮球队员就在操场集合 准备出发前往参加第二十届栗山杯篮球比赛 到了球场队员换上球衣球鞋稍坐休息之后 就开始在场边进行乐身 准备迎战历史悠久的大安国中队 虽然大安国中队防守严谨 导致队员在篮下频频受挫 不过队员们还是认真应战 最后靠外线抢了不少分数 也顺利的拿下胜利 就外线吧 然后速度大出来 然后防守 对 对方的就是中锋比较高 然后 抢篮板比较困难 对啊 全新支持队员的家长们也特别到场边 观赛让球员感觉格外的温馨 我是真的给他讲说要好好吃东西啦 因为如果不吃的话你会长不高啊 所以我都一直鼓励他说吃东西外面 然后他爸爸也会一直给他讲说好好打 对对对 所以家人都很支持他 对对很支持他 你们全家人一直以来都很支持队员的温馨啊 另外一天新闻沈志佑林景于台北财访报道 他跟你们一起泥 然后另外段连接 和上 什么 我